自己下練習的時候 其實反正她是非常嚴肅的 我們就好好跳 把舞蹈跳出來 我們再來往前 撿壓她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看到電視上面 小哥費玉清趴在模仿 比利姐唱跳 就覺得很酷 從那個時候開始 愛上了跳舞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跳舞可以讓我 把我內心的情感 非常完整地表達出來 會有一種非常純粹的快樂 可能很多人沒辦法聯想說 我會表演 我會跳舞 那我就是要證明給大家看 我是可以的 而且我熱愛這件事情 漢典哥好 我是海王星的創作擔當 宇尊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跟漢典哥 有很多的共同點 我其實也是 比較偏團隊裡面的入獵 我沒有其他舞 我是主角 沒有其他舞 我追蹈已經在紅色 我只要當紅花 我只要當紅花 漢典老師真的會製造歡樂 幽默搞大舞虹 哈囉 我叫紫騰 然後我 愛紫騰嗎 對不對 對 對 而且你姓賴 如果你姓杜的話 那就 肚子 肚子疼了 覺得平常在電視上 看到漢典哥這麼多幽默的音樂 我覺得媽媽絕對不知道 漢典哥會跳舞 OK 希望我們 自己帶給觀眾們 不一樣的花樣 所以我想要跟漢典哥一起跳舞 然後讓媽媽看到 也讓我的家人覺得 哇 原來漢典哥 跳舞這麼厲害 OK 好 所以這一次我跟你合作 最主要就是說 要讓你們的家人知道說 我很會跳舞 對不對 音樂來放一下 來 我 我放一下 對 我 喔 完全真控 真控 對 聽一下 聽一下 What the man 就說了 先不要 然後看一下 就不意思說 大家的一些角度啊 或什麼 跟態度 卯足全力好不好 把它跳出來 好 漢典老師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很搞笑嘛 但他其實是在跳舞的時候 真的是 還滿認真的 私底下練習的時候 其實反正他是非常嚴肅的 我看得出來 他對舞台上的那種尊重 我對跳舞還是保有高度的一個熱忱 我現在不要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們就好好跳 把舞蹈跳出來 因為我們這一組就是 舞蹈一定要很猛 對 我要不忘初心 所以我要再把舞蹈這件事情 再做到我自己的極限 舞很熟之後 我們就可以玩了嘛 玩了之後那個就 沒關係 碾壓他們 我們再來 ultimate AQ D AQ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